究竟《紅遍全球的愛的迫降》是說什麼呢? 其實它是說一位很有錢的南韓女代表 因為一些意外而誤闖入北韓的邊境 而遇上當地的軍人 再發展出一段愛情故事 好,我們現在就看看她在第一集裡面 她們倆如何相遇的 沒錯,這就是尤書艾珍飾演的Yunseri 其實Yunseri家是很有錢的 有一個大財團的爸爸 對落有兩個哥哥 但是她在家裡不被人重視 所以在十年前自己自立門戶開了一間 fashion公司 而且成績很好 所以她爸爸也將會叫Yunseri 去承繼她的衣撥做一個大財團的主席 誰知道她爸爸想對外宣布她是繼任人的前一天 她就因為自己 fashion公司裡 有一些新的試驗就要去滑翔傘 但就遇上一個龍捲風 錯誤地把她趨到北韓的邊境 就是因為這樣她就遇上了由元彬飾演的Li-John Herc Li-John Herc 又是什麼人呢? 她就是高大威猛又英俊的北韓軍人 其實Sely明明是跌在邊界裡 為什麼會去北韓的市中心呢? 其實Li-John Herc 早就說在那個叢林裡直走轉右回南韓的路 但是Sely不相信別人 就走了另一邊 不斷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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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通知其他崗位的軍人 打算去截著她 但是又截不到 第一關截不到 第二關截不到 原因是有些軍人 真本是收不到call 因為有一個喝醉了 另一個是想念南韓劇集 所以聽不到通訊 所以又截不了她 但是最離奇的一件事 就是他可以避過所有的地雷 而成功進入北韓市民區 究竟在南韓比較遠的家人又怎樣呢? 當然他兩個哥哥就最開心 因為如果他真的消失了 回不到南韓 又或者根本已經死了的話 他爸爸就要再選一個成計人 他們就有機會了 所以他們兩個就很開心 另一邊相他媽媽就很傷心 又不可以叫傷心 內疚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 原來他爸爸在宣布 沈莎莉做他的繼承人的時候 他媽媽那一天跟他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問他為什麼不可以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所以他就很內疚 好 我們回到北韓那邊 究竟Seddy去到北韓有什麼反應呢? 其實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去了北韓 因為他一直跑跑跑跑跑 一直都以為自己在跑回南韓 那他為什麼會發現自己在北韓呢? 就是因為環境不同 看到人民會排隊唱歌 或者沒有電 原來他們每晚都會停電 那這個是不是事實就不知道 還有發現他們買東西不是用錢的 可能是用券去換的 甚至衣著上都會有所不同的 所以他就發現自己在北韓 然後整個人就崩潰了 誰知道在他崩潰的時候 有一輛軍車經過 同一個時間 尼章克斯就出現了 他用自己的身體去掩蓋了Seddy的身體 就避開了車 第一集就結束了